而根据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的统计 从今年1月起至今 已经有1674件15吨以上大车 违规行驶的取缔案件 从5月到20号至今 更是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 就已经连续发生了5起大车祸死亡事故 因此警方是特别提醒用路人 大车死角多 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才能够确保安全避免事故 车速飞快在十字路口刹车不急 拖板车就这样拦腰撞上一辆自小客车 另一头一辆砂石车原本直直开 突然急煞停了下来 因为一名骑着脚踏车的阿嬷 被撞到倒地不起 就是那个已经变成了 意外事件不止这样 气群老妇人原本徒步穿越街道 没想到却意外被垃圾车碾毙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这些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花莲 不到一个月连续发生 5起15吨以上大型车辆的死亡车祸 其中这有三件是司机违规 行驶在路小人多的路段 才会酿货 就怕在有民众枉死轮下 花莲交通队针对15吨以上大车 加强取缔违规行驶 从今年度到6月共有1674件 为依照规定行驶在制定路线的违规事件 针对大型车的违规有以上指示 第一个希望大型车货运业者 以及刹车车能够申请通行证 会针对大型车违规加强取缔 超载以及超速 除了持续取缔 避免卡车驾驶 贪图方便造成死伤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 大型货车连接车 通常具有高度上的视线死角 加上车体转弯时会有内轮差 民众应保持安全距离 以免发生事故 记者徐立琴 庄西元花莲采访报道